表面上看起来是自杀式的煤气爆炸 可是到了现场 后来是刘青青 紧接着哥哥刘汉冲进了火场 救出了刘青青 在现场又发现了 马太龙留给刘青青的那份遗书 想什么呢 我在想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 才会把遗书郑重其事地放在桌面上 据我看马太龙的那份遗书 早在两三天前就写好了 所以我怀疑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好 上那边看看去 也就是说 马太龙在认识刘青青的第三天 他就准备好了给刘青青的那份遗书 再看看刘家和马太龙之间的关系 根据我的调查 在案发前的五到十天 有人发现刘青青的爸爸 刘亦菲和马太龙才开始接触 等一下 刘家和马太龙可是世交啊 对 局长大人 我问你个事 你多长时间 没回去老家看你的妈了 哦 差不多有两年了 哎 这跟本案有关系吗 没错 亲生子都可以两年没见自己的妈 何况他们是朋友 虽然他们是世交 可是以前很少交往 为什么在五天到十天前 忽然就开始接触了呢 怪就怪在刘亦菲和马太龙接触以后 刘亦菲就失踪了 所以我怀疑马太龙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刘亦菲呢 或者说他们俩达成了某种协定 要么就是 老公 你说这些跟爸有什么关系吗 爸又不是个猎奇的人 当然有关系 怎么可能啊 两个老人 一个丢了 一个死了 这些事 能跟爸扯上什么关系啊 来 看看 这个怎么样 来 您尝尝 谢谢 好茶好茶 这是雨前的毛尖 是啊 上次去杭州开会 别人送给了我半斤 怎么没人送过我这老片井啊 我这不正准备给您送去吗 孝敬师父吗 对不起 你现在是我的顶头上司 我在顶头 那您也是我的师父啊 俗话说得好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嘛 对了 您继续说 还有一件小事 刘一飞的长子 刘汉 和一个叫阿春的面馆老板 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 阿春面馆 这个我知道 马太龙临死之前 曾经叫阿春去送过面条 对 就是那个阿春 他的丈夫是个白粉老 叫尤里 您越说越远了 不远不远 尤里在马太龙死之前 跟马太龙有个接触 尤里卖了一样东西给马太龙 而这件东西 却是刘家的传家宝 刘汉把东西送给了阿春 没错 那么 这跟本案又有什么关系呢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关系 可是把太龙 把那个东西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我正想天天那么看着你 一分钟也不要离开 对不起 自从爸把我领到家来 已经这么多年了 你说实话 你有没有烦过我呀 当然有了 你要是忙不回家的话 那我就烦了 可是 我以后还会忙啊 这个我知道 可是以后我们俩会有孩子呀 等你不在家的时候 有他陪我 那我就不会烦了 你知道 为马太龙这个纠纷案 辩护的律师是谁吗 听说 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律师 你又知不知道 这个律师是谁家的女婿呢 哎呀 师父 你怎么也学得这么八卦呢 我又不是管户籍的片警 我说的那件 刘亦菲家的传家宝 现在就在这个 安建律师的手上 哦 这个小玩意儿 您都注意到了 行 我给你一次机会 你猜猜看 这个人 是你我的老朋友 我盯了他有十几年了 萧正雄 对 律师安建 就是萧正雄的女婿 你真不愧是我的上司 一猜就中 您就少给我戴高帽子了 我还在当您徒弟的时候 您就在怀疑萧正雄 怎么 到现在 您还认为萧正雄 跟这件事有关 对 正因为有这个 所以我有个大胆的设想 看来简单的一个煤气爆炸案 因为跟萧正雄 有这么千十万里的关系 所以我想 要么 马太龙 就不是自然死亡 要么 这个死者 就不是马太龙 这故事 也太曲折了吧 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 我几次重新审理这个案子 就是找不到一样东西的去处 马太龙十分珍惜地 随身带的那个金拐杖 不在现场 安健告诉我 那是一件古董 安健 那个律师 说来还真巧 我和萧正雄 民争暗斗十几年 我的儿子 和他的女儿和女婿 是三个称不离陀的死党 这个我倒是知道 我还知道 您的儿子小涛 还追过萧正雄的女儿 为这事啊 您让小涛半个月没有回家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那段日子啊 小涛在我家 蹭过好几天的饭呢 你们行啊 都瞒着我呀 不是我说您的 上一辈的事 别和下一代扯到一块了 不行 坚决不行 他萧正雄的女儿 想当我们家的儿媳妇 没门 还儿媳妇呢 人家呀 都已经嫁给安健了 谢天谢地 萧正雄的女儿 嫁给了安健 我那儿子啊 这回该死心了 再给点油 小一点啊 川 你帮 再来一下 怎么了 蟑螂 在哪呢 刚才就在那呢 你这那么多蟑螂啊 都出蟑螂窝了 这不就是一个蟑螂吗 蟑螂又不会把你咬死 这么大个呢 我要不跑得快 早把我咬死了 那你刚才的那声惨叫 我估计那蟑螂 已经让你给吓死了 你跟蟑螂一会儿 你跟我一会儿的 那我肯定跟你一会儿的 那你这么着吃 下回啊 要是我在这儿 你就来看我 要是我不在啊 你自己千万别来 要不然那蟑螂 哇一口就把你给吃了 你要是来呢 我陪你来 你以为呢 你不在我才不来呢 我帮你抓他 我打他 你把他抓索我带过去 哪个蟑螂欺负我们家阿春啊 我看看哪只啊 欺负我们家阿春 啊 你把他抓索我带过去 他把他抓索我带过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好 你好 我 我想找个工作 先进来登记一下好吗 我知道它 你先稍等一下 好的 你喜欢这份工作吗 我需要钱 你需要了解我们公司的服务性质 我们公司需要你做什么 你就要做什么 没的选择知道吗 知道 你爸是好人 一辈子为别人做好事 这一早啊 就再也不会回来了 不 爸 你回来吧 清清 清清是谁 听说是从礼仪公司请来的 没想到还动了真情 触景生情 当礼仪公司 安排刘清清 在追悼会上 做服务生的时候 她再也控制不住 自己的情绪 她把追悼会 当成自己 对至今失踪未归的父亲的 深切思念 清清最担心的就是 爸爸真的再也回不来了 你不要走 小姑娘 是你的真情 干得了我 我也以为 我们哭不出来 说不出来 也流不出眼泪 没想到 你把我们都干得了 死里真正帮助了我们 表达了对死去欺人的 感受 又什么呀 怎么看 刘清清 又谁死了 谁 跟清清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 那她这是哭谁呀 她在挣钱 怎么回事 刘清清为了挣钱找她爸 跑到那什么礼仪公司去 街根本就没人愿意 做的事来做 安静 你给我好好看看 这就是刘清清 你就认证她是个坏女孩吗 我告诉你安静 刘清清和你 有着同样的命运 都是为了找回自己的父亲 只不过你是因为拥有了 像肖镇雄这样的父亲 刘清清呢 她将继续在 寻找她父亲的道路上 艰苦地走下去 我就不信你还能去伤害一个 用全部身心去寻找自己父亲的女孩 哼 我已闻到这味道 就会想起爸爸 这支 天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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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过街吗 我送你过去 我自己行 你是不是要回家啊 我用车送你回家吧 你们家住哪儿啊 东风路45号 那我走环市路过去 你喜欢吗 我今天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好 你是不是对一个残疾女孩好一点 心情会愉快 好 妈 晴晴回来了 你爸 你爸爸有消息了吗 妈 我们一直在找 一定会找到的啊 我还要做多少件新衣服 那老头子才肯回来呀 妈 爸爸他要知道 你给他做这么多衣服啊 一定都乐坏了 说不定明天就回来了 孩子 二十年前 也是这么下雨的一个晚上 你爸爸 在那棵最茂盛的橄榄树下 抱回了一个 刚刚出生的孩子 有人吗 谁的孩子 有人吗 那就是你啊 你知道吗 那天晚上我们家呀 就像过节一样 又是忙乱又是兴奋 又不知所措 我们已经带来了 我们已经带来了 我们要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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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胆子大 好 来 来 把身上擦了 把手机包起来 来 乖乖乖乖乖乖乖 小妹妹 小宝贝小宝贝 好好好 好听话 你好啊你好啊 小时候 你们都喜欢穿妈妈做的新衣服 你一件 你哥哥一件 你爸爸一件 三个人穿上妈妈做的衣服 可神气了 你哥哥呀 穿得特别像你爸爸 他不但是长得样子像你爸爸 而且那个脾气啊 也像你爸 出去玩嘛 你爸骑了单车 带上你 咱们一家 到橄榄林里去 你爸爸对你 对你哥哥 对我们这个家 那是没得说的 孩子们 咱们种树啊 就是要把树扶植 将来那棵树呢 就会长得又好又高 知道吗 就好像人心一样 从小做个好孩子 将来长大了 是个正直的人 知道吗 知道 他辛辛苦苦一辈算 就是希望你和你哥 长大 有出息 妈 爸他一定会回来的 因为他爱咱们这个家 刘瀚 你出来歇会儿吧 等咱们有钱了 一定得买辆好车 省得老修他累死了 阿春 我跟你说 这辆车跟我好多年了 都有感情了 你现在拿辆好车来啊 我还不舍得换 我才不信呢 要是给你辆奔驰 你还开出租啊 开啊 阿春 这活我可爱干了 我每回啊 把客人送到 他们要去的地方 他们下车的时候 跟我说声谢谢 我的心满意足啊 不过那也是 别人要去我店里吃面 说这面挺好吃的 我心里也挺美的 阿春 下回我只送 去你店里吃面的客人 好不好 我才不信 你说 这我每天 干着自己爱干的事 然后借着 送接客人的机会 还能看看你 那都美 看你平时嘴挺笨的 关键时刻 到底会甜言蜜语啊 对吧 你让我亲一下 亲你个头 我看你脏了 回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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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走环失路吧 ан鸣 我亲 Chain 我今天想听你说话 想听我说什么 我每天都会来到这个路口 看着来往的车辆 坐车 不比看车好玩 不 这个路口对我的意义不同 我在这儿失去东西 太多了 我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 不是 是我自己不好 我总是希望以后再也不要到这儿来了 可是怎么也做不到 忘不了 我的妈妈就是在这儿看着我跟爸爸被车撞的 再也站不起来 悲剧往往比幸福来得强烈 有时就在瞬间发热 突然的打击可以催后一个人的意义 而刘翰眼前的这个楚楚可怜的女孩子 竟是一个从小挣扎在悲剧中的 坚强的人 来 赶紧投啊 谢谢 我以后还能坐你的车吗 可以啊 你想出来走走的时候就打电话给我 你看那电话号码 86471221 然后让他们找我 我姓刘 那行 谢谢你啊 记住啊 以后像这种快下雨的天气 就别出家门了 谢谢 哥 哥 哥 你怎么在这睡着啊 对我 我怎么在这睡着啊 你瞧哥哥 多会偷懒啊 在这就咪一觉 出门啊 你又一晚上没睡觉吧 谁说我一晚上没睡觉 我顺了 我不想看你这个样子 干吗呀 干吗呀 我这不好好的吗 你哭什么呀 哥 你这么不要命的赚钱 我跟妈妈都会很担心的 哎呀 担心什么呀 哥哥身体好着呢 少睡会儿就要没事 去哪儿啊 我送你啊 哥 是不是都是因为我 是不是都是因为我 家里才变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 哎呀 我的傻妹妹啊 说什么呢 我们都是一家人 知道吗 我明白 我明白我们是一家人 所以我才想跟你分担一些辛苦 你听我说 既然咱们家现在发生了这么多事 你 我 还有妈妈 我们一定要一起渡过这个难关 懂吗 但是你得答应我 不要再去做折磨你自己的事 明白吗 我知道 明白就行 别的不说了 上车 我送你 我不要 上车 你好 请进 你是那位记者吧 对 我是城市早报的记者易涛 你认识我 对呀 里边请吧 吃点什么 对不起 我不是来吃饭的 我是想来了解一下情况 我能告诉你什么情况啊 当然有啊 比如说 这个马太龙他为什么会在你这儿认识刘青青呢 还有就是 马太龙他为什么会把他的遗产给刘青青呢 至于马太龙为什么这样做我也不知道 再说青青要不要这份遗产 还两说呢 喂 你好 阿春面馆 我 你老公 有礼 你在哪儿呢 我在哪儿是不关你的事 你好好给我听着 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不要怎么样 不要钱 哎 来电话那个人 跟你们老板什么关系啊 他老公 就是老板 什么老板呢 就一个西白粉的地皮 啊 不会吧 这阿春的老公会这种人 哎 他打电话来呀 准备好事 光知道要钱 不是这样 嗨 青青 回来来 啊 一口 干嘛你们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那篇连载的报道 现在很火 我们担心的要命 就是啊 现在在读者里的反应 相当的强烈 哎 我说啊 看不出来 你小子还挺会走外门邪道的 是啊 你那个外门邪道 哎 我一汤啊 可从来不搞什么外门邪道 是吧 我的目的啊 是超越那个斯蒂芬金 哦 或者那个阿加斯可烈斯的也行 哦 再怎么说 咱也是侦探小说不是 是吗 哎 兄弟 甭管你想敢超谁 你都请我们大家吃饭 您这毕竟是用咱们报社的植物植变干私活 就是 您这军工章上有你自己的一半 也有我们大家的一半啊 对不对啊 就是就是 你得请我们吃饭 好 其实啊我早准备好了 来来 我早知道你们会这么猜 哎呦 来 一人两罐啤酒 不是吧 你就拿这些东西打吧兄弟们 你们这些小人啊 在我落难的时候 一个对我幸灾乐祸的 哦 现在看我有点成名的迹象了 就开始来邀功了 哎 不是啦 你刚才说那个什么 嗯 我是利用植物之变 错了 应该说是啊 我是合理利用资源 哦 哎 不响 应该说吧 还是差点 一个 Unti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是缺钱的吗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这就八百 八百就八百 谁让你是我的偶像 那 那 好 哎 会这什么大新闻 好 我这个消息啊 就是那天啊 我 哎 你怎么了 你有没有卫生纸啊 哦 哎 给 你没事吧 你多多多多多了 多多了不行 我我我先方便方便 方便 我在等你啊 你等我啊 你快去快去 你快去快去吧 哦 他是不是个骗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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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去 让我看你 你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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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大口多吃点啊 谢谢 好啦 谢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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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刘青青吗 她怎么在这啊 你好啊 你好 你好 那可怜的姑娘 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好像 能够感受到她的感觉 哎 嗯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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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吧 谢谢 你好 琴琴啊 你跟新娘认识吗 我在他们家怎么没见过你啊 我是他们请的临时服务生 嗯 刘青青 到后面来帮忙 人手不够了 哎 不好意思 没关系 走 哎 哎 削瑞 哎 今天真漂亮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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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 父亲肖镇雄 交给安建的任务 就是死死叮嘱刘青青 勿别要把马太龙留给刘青青的秘密 挖出来 然而 与刘青青每一次的接触 都让安建 感觉到有些难以应对 因为 因为 在刘青青青的眼睛里 无法发现任何的秘密 反而安建 在他义无反顾的巡护行动中 再次感受到 他与刘青青有着某种极其相似的经历 你怎么老像影子一样跟着我呢 因为我感觉到你和别的女孩不大一样 我不觉得 我一直在想啊 你除了想找回你的父亲 还想要什么 这是我唯一想要的 你心里一定还藏着什么秘密 刚才我一直看着你 我觉得 你虽然在笑 但这种快乐并不属于你 这是我的工作 而且我现在不希望别人打扰我的工作 在这种场面 我觉得我的感受跟你是一样的 我和你不一样 至少在某些方面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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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好 萧先生 乖孩子 别哭了 别哭了 萧水 跟哥一起玩 萧先生 你真的想领养这个孩子吗 是啊 我已经办了领养手续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我想萧先生应该明白 他是个很孤僻的孩子 而且他父母的死 对他造成了伤害 恐怕会伴随他一生 这些我都清楚 不过你放心吧 我喜欢这个孩子 我会帮助他尽快地忘掉那个噩梦 拿这一词 谢谢你了 嗯 谢谢 萧水 我可以做做可以吗 好 来来来 吃饭了 走喽 回家喽 好 再见 好 再见 这个领养我的人 就是我的养父萧真雄 每当我做噩梦的时候 他就会领着我出去跑步 教我如何忘掉那噩梦般的往事 我曾经发过誓 等有一天我也有了孩子 我一定让我的孩子 知道什么是父爱